ここに僕がいて あなたがいる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木木学姐 今天我们继续间谍加加族的故事 还没看过上一期的小伙伴们 可以点开说明里的链接观看 上期说到 伊甸学院举行了半年一次的肯勤会 会场里大佬云集 参加的都是一些皇帝的学徒 以及其家长们 除了次子的父亲 唐纳文 戴斯蒙德以外 还有评委书记 军队的中校 检察官等等 可谓是妥妥的情报员 此刻在外属职的总部 工作人员看了肯勤会的参加人员之后 认为有必要挣派人手 帮助皇帷 然而长官确认为 那些三角猫功夫的间谍过去帮忙 只会给皇帷添堵 而且伊甸学院 就在东国阵地的正中央 此刻正在唐纳文对立面的皇帷 变告成了东西两国冷战的第一战线 所以这一次 就只能将希望 托付在皇帷的身上了 不过开始之前 也别忘了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不错过每期影片的更新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吧 在伊甸学院的中庭 黄昏见到唐纳文之后 第一时间就交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并把自己的身份亮明 对于眼前的这个男人 黄昏早已输读了他过往的各种演讲 以及公开画面 但伴随着唐纳文淡出大家的视野 了解他的方法就几乎等于零 如何获得唐纳文的信任 并让他对自己产生兴趣 就只能从这一次的对话当中摸索了 于是黄昏不慌不忙的向唐纳文 赚了自我介绍 虽然那些都是假的 但讲的比实话还要真诚 对面的唐纳文 则是全程瞪着他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听完了黄昏的讲述 关于赤子被安妮娅打了的这件事 唐纳文表示 自己也已经听说了 但因为实在是太忙了 所以才没有时间处理 一旁的赤子则感到有些惊讶 没想到父亲还是关心自己的 而黄昏则是十分自然的说道 既然唐纳文没有时间处理这件事 那么热后 他会亲自登门赔罪 然而还没等黄昏说完 唐纳文却直接拒绝了这个请求 并露出了职业假象 直接终结了恶人的话题 黄昏顿时愣住了 一旁的赤子 听到父亲的回答之后 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他实在无法接受 父亲一笑置之的冷漠态度 黄昏也接着赤子的抱怨 继续说出要赔礼道歉的想法 然而唐纳文却依旧是摆出了拒绝的态度 并再次向黄昏发送一张假消表情包 黄昏心想 如果再继续纠缠下去的话 或许会产生反效果 所以也只好感谢对方的宽宏大量 此时此刻 赤子的心情已经跌到了谷底 作为父亲难道不应该为自己的儿子被打的事生气一下吗 果然父亲一点也不在乎自己 委屈的赤子浑身颤抖 他还想继续向父亲表达心中的不满 但却哽咽到说不出话来 只见唐纳文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然后又一脸严肃的将气吐了出来 吐气的表情 看比隔壁的超大型巨人 现状的赤子打了一个冷战 然后就不敢再说下去了 并就刚刚的对话向父亲道歉 看到儿子顺了自己的意 唐纳文再次摆出了那副敷衍的笑脸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使用这个假笑表情包了 看着关系如此微妙的父子 黄昏也忍不住说道 赤子会生气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毕竟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没有教好阿尼啊 然后又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无奈的感叹道 其实就连他自己都无法理解女儿异于常人的行为 一旁的赤子还有两位小弟也不禁感叹道 大叔其实也不容易 但黄昏却认为他要完美的管教小孩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虽然父母有权支配孩子这个想法非常不可取 但擅自对孩子有所期望和失望也同样不是一件好事 听完黄昏的这一番话 唐纳文在稍微失所之后也表示他说的有道理 但据他所知 人与人之间永远无法互相理解 也就是说 即便是血亲也无法真正了解彼此 唐纳文的这一番话可让赤子感到十分的伤心 毕竟将自己的孩子归类为别人 无疑是让父子间的距离变得更远 黄昏似乎也听出了唐纳文话中的一位 并联想到了他那妄想铲除西国的意图 正是因为这样 他的党派才会采取无力的方式逼他国就范 虽然很想给唐纳文来上一拳 但黄昏却是笑着说道 你说的一点也没错 这样的回答显然在唐纳文的意料之外 黄昏又接着说道 虽然自己是一名精神科医生 但是事实上 他认为自己对病人的了解 恐怕都还不到一成 所以认为自己能够了解别人 这种想法就显得更加傲慢了 不过即便是互相了解十分困难 他都没有放弃去了解 阿尼亚在家中 经常会做出一些莫名奇妙的举动 自己虽然理解不了 但还是会尝试接纳对方的想法 尽可能制造对话的机会 从而进一步了解对方 虽然说 这其中有成功 也有失败 但即便是坚信人与人不能互相理解的唐纳文 不也在百忙中特意过来和儿子见面 黄昏的最番话 可谓是无懈可及 既没有反驳唐纳文的观点 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不愧是能文能武的网牌见点 唐纳文也认为 黄昏说的是对的 得到了认同后 黄昏趁热打铁 并接着说道 他之前就听女儿说起了 赤子写有关他父亲工作的作文 赤子对父亲的职业发表 让阿尼亚相当佩服 一直向他老爸夸奖这件事 当然啦 这些都是黄昏编的 黄昏声称 在听闻了赤子对自己父亲的作文之后 感到十分感动 也深切地感受到了唐纳文 是认真的在为东国的利益着想 甚至还表示 自己正在考虑要不要加入唐纳文的党牌 黄昏的回答 可谓是满分 也因此提起了唐纳文对他的兴趣 并说道 你叫佛杰 对吧 真是个有趣的男人 和你相处起来 十分愉悦 得到这份反馈 黄昏其实已经心满意足 毕竟他们是第一次见面 不可能达到畅所欲言的地步 黄昏十分失去地准备离开 并让赤子等人 不要告诉阿尼亚 自己出现在这里的事情 而且他认为 阿尼亚并没有讨厌赤子 还非常想和他成为好朋友 阿尼亚再一次被他老爸给卖了 赤子听完后 顿时脸红了起来 但想起身边还有两个小弟 便立马就说 自己才不会将那种平民女人放在眼里 黄昏不仅把气氛彻底缓和 同时还收获了一枚女婿 但他也到了撤退的时候 将主场交回给父子二人 唐纳完全乱赤子 还有没有其他事情 赤子却怒一时怯懦 对父亲说没有了 就在唐纳完准备离开时 赤子忽然想起 黄昏以及阿尼亚说过的话 顿时鼓起了勇气 并对父亲喊到自己的其中考获得了信心 虽然星星只有一颗 但其他的科目也差一点就拿到了 不过国语考试 他只考了50分 另外他制作的事就老做 也获得了金奖 赤子想将在学校所做出的努力 都告诉给父亲 唐纳文在听闻之后 并没有因为他国语只考了50分 而责备对方 反而是称赞了赤子 面对父亲的夸赞 赤子扔住了 他询问父亲 这一次为什么选择在百忙之中 抽空过来看自己 而唐纳文 知识淡淡的说道 他只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 让赤子不必放在心上 不过在临走前 父亲还是让赤子要继续努力 不要让拜斯蒙德的名号能修 父亲的这一番话 无疑是对赤子最大的鼓励 赤子的脸上也展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看着老大得到了认可 两位小弟也由衷替他感到开心 不远处的黄昏 望着逐渐离去的唐纳文 虽然这一次的收获 并不大 但他已经掌握了赤子 和他父亲之间微妙的隔阂 不过唐纳文 还真是一个让人难以捉摸的人 想要战胜这位山争疯子 还需要从长记忆才行 回到家中 黄昏望着熟睡的阿尼亚 听到了阿尼亚说的梦话 他还是忍不住感叹道 这个孩子 真的是一点烦恼都没有 殊不知阿尼亚已经用读心术 看穿了一切 我们下期继续间谍++9的故事 喜欢木木的 别忘了订阅点赞哦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